这个视频我们来聊一聊王安石的《灯飞来风》 《灯飞来风》是一首奇言绝剧 是王安石早年的一篇作品 写这首诗时王安石30岁左右 对未来的真实生活充满信心和斗志 这首诗便透露了王安石青年时代的非凡抱负 这一天有为青年王安石途经越州 来到了当地的著名景观飞来山 飞来山又叫自来山怪山 这座非来山可了不得呀 它可是一座四代传奇光芒的山 五代传说中 这座山是从别的地方飞过来的 所以才叫非来山 非来山不仅很传奇很高 在山顶上还有一座高高的塔叫应天塔 看见了高山和高塔 年轻有活力的王安石 立刻兴致冲冲的开始攀登了 来到山顶站在高处 哇真的好高啊 如此高山如此高塔 使得王安石浮想连篇 飞来封上千寻塔 文说鸡鸣见日升 寻是古时的长度单位 八尺为一寻 在宋元时期 一尺差不多相当于三十厘米多一点 千寻是夸张写法 形容塔极高 鸡鸣日升 是指日出文天机的典故 古代传说中 桃都山有一棵大树 这棵大树之大 树枝绵延三千里 大树之上有天机 太阳出来光芒出路 树上的天机就鸣叫起来 天机一叫 全天下的鸡都跟着开始鸣叫了 熟知这个典故的王安石 在飞来封上说 飞来封上有千寻高的高塔 听说鸡鸣的时分 在此便可以看到壮丽的日出 这里这么高 真是观看日出的绝佳之地呀 正陶醉于这绝佳的视野 王安石忽然发现了 盘踞在山间的驴驴浮云 我那眺望远方的视线 会不会被这浮云遮蔽呢 迟疑了一下 王安石坚定地说 不为浮云遮望眼 只缘身在最高层 缘就是因为 不怕浮云遮住我那远眺的视线 只因为我在最高最高的飞来封顶啊 这首灯飞来封 最亮的地方 在于王安石拨云见日 高瞻远瞩的气概 在古代 浮云常常用来比喻奸邪小人 比如李白就在诗歌 灯金陵凤凰台中写 总为浮云能避日 长安不见 使人愁 浮云指小人 日指皇帝 李白这句 暗示皇帝已经被小人包围 朝廷黑暗 而李白自己也抱过屋门 很推唐 可是 王安石在面对浮云遮掩 小人弄拳的情形时 却高呼 不为浮云遮望眼 只缘身在最高层 因为自己具有高瞻援主的胆识气概 便不怕那些坚定小人捣乱胡来 王安石果真是具有着改革家的坚毅无畏的气魄啊 虽然后来王安石变法没有成功 但他在诗歌中展现出来的巨大魄力 还是令人折服的 灯飞来风 飞来风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 见日生 不畏浮云遮望眼 只缘身在最高层 好啦 这首灯飞来风就讲到这里 快去做题 拿金币吧 说是可以帮你帮我 炭了 你帮我 帮你帮我 帮我 帮我 帮你帮我 帮我